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向乌克兰援助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而美国武器在实战中的性能 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关注 并表现出了很强的购买美制武器的欲望 在贸易市场中 军火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 这种行为一般发生在各国政府之间 是影响实力平衡的最直接因素 因此通常据乌克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 在战争时期军售卖甚至能决定胜利的走向 进而改变相关地区的军事及政治环境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里 取得现在的国际地位 靠的就是出售武器装备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靠着出售军事武器 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 军火行业可以说是最暴力的行业 而目前全球前十大军火商中 有四个都是美国企业 可见美国近年来在世界上 出售了多少武器装备 基本上大多数国家 或多或少都装备了美制武器 在2020年 美国对外输出武器的总金额 高达1750亿美元 涵盖了欧亚数十个国家的 68项大型合同 这其中日本是贡献最大的客户 合同总额高达279亿美元 这其中包含了105架F35战斗机等 美国大批量出售武器装备 难道就不怕造成技术泄漏 被其他国家仿制吗 事实上 各国仿制武器装备的现象 一直都存在 尤其是二战期间 1941年6月 德国开始大举向苏联进攻时 遭到T-34坦克的强力抵抗 37毫米反坦克炮 完全无法击毁这款中型坦克 而苏联的每一个集团军 都拥有一定数量的T-34坦克 前线的88炮数量又不是很充足 无法及时的支援步兵 因此德军急需一款 可以摧毁T-34坦克的武器 德国根据美军使用的巴族卡火箭筒 研发出了铁拳火箭筒 当时的武器装备 技术含量并不高 各国防范意识也不强 很容易就会被仿制出来 二战时候 美国武器出口给大国就学精了 出口的武器 基本上都是快要淘汰的 或是中低端武器 即使其他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 也无关痛痒 不仅如此 美国出口的武器 相比自己使用的武器 都会进行简化 把重要的 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省去 这样也不至于造成损失 正因为这些手段 即使很多国家 都会暗中模仿美制武器 却根本无法超越 在1944年7月的一天 美军一架B-29轰炸机 在执行任务时被击中 迫降于苏联位于海参崴的机场 在此之后的时间 美国先后有三架B-29 迫降于海参崴机场 全部被苏联扣留 苏联在此基础上 进行逆向研发 成功制造出了图四轰炸机 在现代化战争中 拥有先进的武器 代表着拥有绝对的火力压制 毫不夸张地说 传统的常规动力海军舰队 在战场上的作用 比不上一艘核动力重型航母 因此近年来 世界各国在发展 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 都加强了新型武器的研发力度 美国拥有领先全球的先进技术 在大多数的出口武器中 并不会直接对外出售最先进的武器 除了避免被技术仿制外 美国需要购买武器的国家 对美国生产的武器产生依赖 这样购买国将不得不对 更先进的武器进行购买 目前美国先进武器的出口 仅局限于关系好的盟友国家 如果有国家获得了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 并且准备对其进行技术仿制 美国也拥有一定的技术加密手段 一旦拆开武器进行研究 美国武器自带的加密系统就会被触发 对武器中的核心部件进行销毁 这样一来 准备进行武器仿制的国家将得不偿失 不仅没有掌握核心技术 还白搭上一件武器 就算被拆开的武器没有相关的加密技术 也不代表能够对武器进行技术仿制 成功掌握制造技术 并不是将武器拆开再重新组装这么简单 越先进的武器装备其核心部件越复杂 要是没有核心的图纸和技术 拆开后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堆散落的零件 再者 美国的武器装备并不是简单的整体制造 很多的武器零件必须要特定的技术加工 才能够建造出来 所以就算成功地把美国的武器拆开 并且学会了如何进行结构布局和组装 缺少核心零部件的制造能力 也一样是做无用功 美军为了防止自己的技术被其他国家偷走 设下了重重阻碍 除了上述提到的加密技术以外 美国在出售武器时也是要看对象的 美国拥有自己的一份售卖名单 其中包括自己的盟友 以及一些不具备仿制能力的友好国家 比如以色列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 向其出售武器可以帮助美国控制中东地区 而美国向印度出售武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不具备仿制武器的能力 且印度对进口武器已经形成依赖 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然而现代武器的科技含量非常高 零部件对制作工艺及材料有很高要求 美国即使白送图纸 其他国家也未必造得出来 难怪美国专家放心地表示 你尽管拆一个试试 之前某国曾偶然得到一架美国CH-47支弩干运输机 专家拆开之后才发现 各零件之间相互串联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想把零部件拆开只能使用暴力 对于现代武器的模仿制造 不仅需要指导核心技术 更需要强大资金的支持 2017年6月 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 制造了首架F-35隐形战斗机 并完成试飞 凭借美日独特的同盟关系 日本首架国产F-35隐形战机下线后 日本却扛不住了 日本国产版的F-35 竟然比美国原装进口的版本贵了3亿日元 一架战机贵3亿日元 约合2000万美元 一架美国原装进口的也不过8000万美元 国产四架的钱 就够五架原装进口的钱 短小精干的日本人怎么会吃这种亏 日本放弃了国产F-35 拆出来刚建成不久的生产线 根据美国武器出售的原则 美国是不会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卖给其他国家 例如B-2隐形轰炸机 B-2隐形轰炸机 是目前唯一具有隐形能力的轰炸机 是轰炸机中最先进的 也是美国空军最引以为傲的一款轰炸机 B-2隐形轰炸机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发了 在1989年首次飞行 1997年开始服役 服役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 始终坐稳空中的霸主的地位 从来没有被撼动过 B-2服役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仿制成功 由于美国对B-2投入了大量的心血 所使用的材料都是特殊材料 B-2最厉害的不是它的轰炸能力 而是它的隐形能力 它能够轻易躲过雷达和侦察设备 B-2在雷达上只显示为一个小点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由于B-2出色的隐形功能 让它能够轻易地进入敌人领控 即使只有一马赫的速度 也丝毫不用担心被侦察到 B-2的载弹量为23吨 保证了它的轰炸力度 如此出色的轰炸机 为何没有人去仿制呢 主要是因为B-2的技术太先进了 它所使用的科技是很多国家都不具备的 而且B-2是独立配置的导弹 再加上B-2的造价太昂贵 第一架B-2轰炸机的造价为28亿美元 后续一架B-2造价为24亿美元 这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造价 B-2重量的单客都要比黄金还要贵 可见太烧钱了 就连财大气粗的美国也仅仅建造21架 就因吃不消而停产了 B-2使用的隐形材料比较特殊 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维护 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够消耗得起的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花费十几亿美元 去仿造一个不一定能够成功的装备 感谢您的观看 如有补充或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合作者 网 hall 居